深巴体坛三层皮一针见鞋 看到底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今天胖周跟各位球迷咱们一起来聊一下CBA 我们知道CBA常规赛目前已经打到了第二阶段后期了 这段时间各支球队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的 尤其是我们能看出从第五名到第十五名这期间 其实大家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那么每赢一场球或许你的排名能提升好几个 每输一场球你的排名有可能下滑好几位 所以说这段时间各支球队还是拼的刺刀见红 每支球队每场比赛每球必争这种态度 还真的是让我们看到非常的激烈和过瘾 当然排除掉从联盟第五到联盟第十五这一块 季后赛争夺席位的这一些球队而言 那么联盟排在相对靠前的前四的球队 像辽宁广东浙江新疆这四支球队 已经构成了本赛季我们联盟中的四打争冠格局之间的球队 这四支球队很有可能本赛季的总冠军就在这四支球队中产生 那么说到这四支球队中 那么最有冠军向上是哪支球队呢 毫无疑问就是近期一直稳稳的坐在联盟榜首的辽宁南篮 那么这支球队在赛季之初他们也是饱受了很大的质疑的 杨明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少帅 第一年执掌CBA的教编 并且组建了一个全新的教练组 他这个教练组看上去并不太怎么像一个特别特别豪华的教练组 对吧 包括卢伟啊 包括乌乃群的加入 其实这些都算不上CBA的一些大部分教练 那么这些教练组成之后 这支球队还加入了一些新人 这些年轻的小将加入球队之后 他们有着怎样的表现 其实在赛季之初也都是一个X因素 但是呢我们会发现 这支球队的这些年轻人 包括年轻的杨明 他们都在给我们带来不断不断的惊喜之中 那么正是这些不断的惊喜的积累 再加上他们不断的努力刻骨的训练 他们不断的努力的完善自己 从而促成了如今这样一支披荆斩棘的辽宁 而让辽宁南篮在本赛季也展现出来了 他们最具冠军项的一面 那么伴随着时间的退役之后 我们发现 杨明他所率领这支辽宁南篮并不是台花一线 而是越来越稳定 并且能够持续性的稳定在自己的联盟第一的宝座上 那么这就是这支球队最难能可贵的地方了 那么这支球队似乎真的不像是大家眼中那种 因为此前的赛程好 因为此前我们运气好 是吧能够拿到联盟第一的位置 但是如今我们的赛季的赛程过半了 那么在赛程过半的情况之下 他们依旧能够牢牢的占据在联盟榜首的位置上 这就足以彰显的这支辽宁队 他的一个体系的延续性 他们的一个战斗力的延续性 他们的一个状态的延续性 都要好过于此前几个赛季的辽宁南篮 那么这支球队在杨明的一个严格的要求之下 球队似乎严于律己 对于自己的要求和标准是越来越高了 所以说这支球队能够始终的保持这么强大的一个战斗力 那么这就是杨明最大的功劳 当然这个赛季我们都知道 辽宁南篮近期也是为了能够完成总冠军的一个冲击 也在一直不断的积极调整和优化球队的阵容 那么送走西蒙斯之后呢 球队也在秘密的积极的不断的补强球队的这样一个外员 那么新的外员很有可能还是一名小外员 那么因为目前在CBA四节四人次之下 那么双小外员的配置或许成为了一支球队的冠军配置 因此在第三季的亮相辽宁南篮这个新的外员 依旧是一个超级小外员的角色 那么届时他将跟梅奥联手帮助辽宁队而冲击总冠军 但是呢其实就在新的这个小外员还没有敲定之时 在西蒙斯也已经离队之时 其实近期对于杨淼而言饱受困扰的一件事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此前炮手的视频也给大家分享过 那就是梅奥的母亲病了 那么梅奥的母亲病了之后呢 也传出了一定的消息和绯闻说是梅奥有可能会在第二阶段结束之后 返回到美国返回到大洋彼岸去探望自己的母亲 然后呢可能会影响一段时间的第三阶段的比赛 但是呢就在这个千军依法之际 那么梅奥的经济团队也是发表了一段声明 那么这段声明中呢也是明确的表示 那么梅奥的母亲呢近期的病情已经从此前比较危险的时期 转化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民的时期了 目前的病情呢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好转 那么这样一来呢也让梅奥他也就放下心来了 并且梅奥已经嘱咐了自己的弟弟妹妹要好好地照顾自己的母亲 他呢会一心思要把自己的心扎在辽宁南来 要帮助辽宁南来本赛季完成冲击总冠军那个目标 那么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消息的带来 也完全是对于扬明而言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意外之喜 对不对 那么过去的两场比赛 梅奥他的一个状态的低迷 超级的命中率是远低于赛季平成值的 这也是让很多辽宁南来球迷为他揪心的一面 那么如今我们看到了 梅奥非常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中赢了一个强势反弹 那么这对于辽宁南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届时等到第三阶段 贺天举回归 新的小万元加盟 这两个人来到球队之后 球队的总冠军拼图也就完成了 那么我们也有理由期待 能够向着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而发起冲击 那么毫无疑问 本赛季辽宁南已经迎来了最佳的时机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 那么本期的帕周聊球呢 咱先聊到这儿 喜欢帕周的表演点关注 帕周二天天培北京 聊段球 再见